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 今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和思想聚在祢的面前 预备好来敬拜和赞美祢的圣灵 我们恳求祢祝福这次的崇拜 使我们因祢的同在而被坚固和启发 愿祢的爱和恩典充满着我们 并帮助我们在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上都能荣耀祢 愿祢愿祢愿道我们的敬拜 愿我们被祢圣灵的力量所转化 我们的祷告是封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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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uch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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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那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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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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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人中罪名叫我 是谁未寻找我将生尘世 是你主耶稣未有礼 是谁从窥城中爱去了我 是谁舍弃准用心我的脚 是谁未代替我感性善命 是你主耶稣未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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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有礼为在寂寞当生尘世 是你主耶稣未有礼 是谁担当全眼泪的心法 是谁洗尽全眼泪的魔法 是谁被覆盖全眼泪的忧法 是你主耶稣未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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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稿药 曾被失缘牺牲 为救送 流于石山 在困苦艰难 如险卑祷告 要安静 知道你是神 无罪高养 曾被失缘牺牲 为救送 流于石山 令我愈愈死亡 越过风浪 神恩手把我恩财 盛过危责灾祸 结证一生过错 静悸都口血涂满我 令我愈愈死亡 越过风浪 神恩手把我恩财 盛过危责灾祸 只得一生过错 静悸都口血涂满我 在困苦艰难 如险卑祷告 要安静 知道你是神 敬心 无罪高养 曾被失缘 非生 为救送 流于石山 为救送 流于石山 令我愈愈死亡 越过风浪 尘因手把我因错 成果益责灾祸 结成一生过错 尘因手把我因错 令我愈愈死亡 越过风浪 尘因手把我因错 成果益责灾祸 结成一生过错 即基督无血涂抹我 愿旧恩归于 坐在寶座上高阳 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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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旧恩归于 坐在寶座上高阳 祝恩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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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在寶座上高阳 圖滿我 聖過藝則災禍 結證一生過創 聖基督寶語 圖滿我 當中 聖基督寶語 聖基督寶語 族沒有應許 天色長啊 也沒有應許 花香長滿 但你卻愛我 從不尷尬 昨日 今日 直到永遠 祝你已為我 承擔一切 還會有什麼 不願意給 我是否懷疑 向你愛我 全心 全能 全都奉獻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耶穌高擾 成了完全犧牲 神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不後悔 祝沒有應許 天色藏藍 也沒有應許 跨向長茫 但你卻愛我 從不尷尬 昨日 今日 直到永遠 祝你已為我 承擔一切 還會有什麼 不願意給 我是否愛你 向你愛我 全心 全能 全都奉獻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耶穌高擾 成了完全犧牲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 不後悔 一生 不後悔 一生 不後悔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耶穌高擾 成了完全犧牲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 不後悔 一生 不後悔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耶穌高擾 成了完全犧牲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 不後悔 一生 不後悔 我們謝謝主 我是美主宗教 埋回的人 耶穌高擾 成了完全犧牲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 不後悔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 不後悔 一生 不後悔 我願意一生 緊緊跟隨 一生 不後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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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慈的圣父 你当受颂养的圣子耶稣基督 从天降临 成为赐生命给世界的真良 求你常常将这灵粮赐给我们 使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也住在基督里面 圣子和圣父圣灵 唯一上帝 一同永生 一同掌权 永世无尽 Amen Let's confess our sins with confession prayer 让我们一起用认罪文祷告 承认我们的罪 Merciful God, our Maker and our Judge Amen Christ His Spirit is with us 愿主的平安 常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同在 平安 Peace 平安 也和我们一起用认罪文祷告 耶和华像我们所怀的一年 是死平安的一年 要将我们将来有指望 有风生有平安 Au to Jesus I surrender Au to Thee I freely give I will ever love and trust You In Your presence daily live MING PAO TORON 上帝只吸刀兵直到地级 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 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 在遍地上也被尊崇 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 雅各的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 诗篇46篇9-11节 For peace and an end to the war in Ukraine, Gaza, and Sudan Almighty and great God, accept our gratitude for your boundless mercy towards us Hear the supplication of our afflicted hearts for the land and people of Ukraine, Gaza, and Sudan Open the eyes of those who have been overtaken by a spirit of deception and violence That they be horrified by their works Grant victory over the powers of evil that have arisen And bless those who follow your way with your gifts of liberty, peace, tranquility, and good fortune 为和平病发生在乌克兰 加沙和苏丹的战争得以结束而祷告 全能伟大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对我们有怜悯不断的怜悯 求你垂听我们痛苦的心 为乌克兰、加沙和苏丹的土地和国民的祷告 求你打开被欺骗和暴力的零所控制的人的眼睛 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恐惧 求你使我们战胜出现的邪恶力量 并以自由、平安、安宁和征服来祝福跟随你真道的人 为了难民危机祷告 天父,你是一切美善、慷慨和爱的全员 我们感谢你使人们的心向那些为了生存而逃难的人打开 求你帮助我们展开欢迎的双臂和伸出帮助的双手 使得在绝望中的人能寻得新的盼望和破碎的人生得以复原 为无家可住的人祷告 怜悯的上帝 你对人类的爱尽显于耶稣里 耶稣他来到世上的生命是在贫困中 从一个马槽开始 和在孤独的在十字架上受苦结束 我们向你为那些无家可住的人祷告 特别是在特别炎热的天气中 求你亲近他们和安慰他们的心灵 也祝福那些为他们提供收容所、食物和友谊的人们 为我们以生命见证上帝而祷告 天父求你提醒我们力量是来自你 且仅来源于你 求你赐我们勇敢与愿意的灵 使我们能大胆地前往你拆迁我们 去到的任何地方和去现的任何人 为患病的人祷告 亲爱的上帝呀 我们将自身的忧虑 交于你的手中 我们将我们的病程都交由你看顾 并谦卑求你恢复仆人的健康 最重要的是 求你赐我们恩典 让我们接受你的旨意 并知道 无论你做什么 都是出于你对我们的爱 We ask this in Jesus' name 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Let's pray as Jesus has taught us 让我们跟随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一起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Amen 雅各许愿说 神若与我同在 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 又给我食物吃 衣服穿 使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亲的家 我就必定以耶和华 作为我的神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 也必定做神的殿 凡你赐给我的 我必定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In the name of Christ we pray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 Amen Amen 上次我们在恩典的上 上帝一篇讲到完结之前 就略略讲解过这两幅 上帝如果你 和我就会的影片 上次在我们在恩典的上帝 这篇讲到 讲完之前 我们稍微提到了 就是这两幅 上帝你若怎么样 我才会怎样的这个画像 其实这个是不是不少基督徒 我们的想法呢 其实这会不会是我们中间 不少的基督徒这样的想法呢 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呢 或者曾经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以前可能有这个习性 但现在是可能延续着的 我们以前可能是这样子 然后现在也是继续这样的 有没有学了这个功课呢 那有没有学到这个功课呢 我在加拿大神学院毕业之后 找一个工场开始全职侍奉 我遇到很多的阻力 很多的困难 我在加拿大完成了神学的课程之后呢 我就去职场 找开始全职侍奉 那时候我碰到了很大的阻力和困难 那时候在加拿大找工呢 很多时候都需要你是有永久居民签证 才容易得到人家的聘请的 那时候在加拿大呢 你要是要有永居居民的签证呢 你才容易得到那个教会的聘请 你在这里找工 有没有遇过这个困难啊大家 那你在这里找工作 有没有碰到这种类似的困难呢 Did you face the same issues when you try to find a job in Australia 当时在教会和基督教机构 有一个恐惧 就是很害怕 你会用了教会来做移民居留的踏脚石 就是说有了那个永久居留的身份呢 你就会转工去做其他东西 那时候呢 教会或者基督教机构 他们有那种担心就是会怕你利用教会 来做移民担保的这个踏板 就是一旦你拿到了这个移民居留呢 那你就会去换别的工作了 那时有很多来自不同的人的声音 那时候呢就有很多来自各方面的声音 那时候我的信心是受到冲击的 那时长途电话妈妈说了一句 她说你去了加拿大就留在那里 不要再回香港了 那时候呢 那个妈妈通常通电话 她就告诉我 她说你去了加拿大就留在那了 不要再回香港了 这个是一个妈妈的忠告 这个是一个妈妈的忠告 教会里面的会友又说 不是上帝扶照你的吗 你现在找不到工作 你是不是听鬼错了 那教会也会有一些会友就说 不是上帝呼召你吗 那你现在都找不到工作 你是不是当时是错听了上帝的呼召呢 跟大家讲一下一个题外话 跟大家讲一些题外话 这些好像是问题 其实是答案的讲法呢 都挺不负责任的 这种呢 看似好像是在向你提问 其实是提供答案的这种说法呢 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我们叫这些做坏鬼神学 我们这个就叫做是坏鬼神学 你单身 是不是上帝不喜欢你呀 不给伴侣你呀 那就会比如说问你呀 你单身是不是上帝不爱你呀 就不给你一个伴侣呀 你结了婚没有小孩 是不是上帝不祝福你呀 曾经有人这样 同一个后任的主教讲的 那曾经有人跟一个主教就说 你结了婚没有小孩子 是不是上帝不祝福你呀 是不是你两个夫妻犯罪得罪了上帝 所以你的小孩才会有这个病呀 那是不是因为你们两个夫妻犯罪得罪了上帝 所以你们的小孩才会有这个病呀 很不负责任的说法 这种讲法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这一个列表可以继续的加下去 这样子的说法你可以继续列表不停地加下去 那我回到我的故事那里了 自己那时一方面就很积极去申请教会 或者基督教机构面试机会 另一方面呢 我也是继续的 跟上帝去到谈去到讲素 那翻回到我之前的故事呢 我自己当时一方面很急急地去申请教会 和基督教机构的面试机会 另外一方面我就跟上帝 在不停地讨价还价 上帝你呼召我全职侍奉的 是你叫我的 上帝是你呼召我去全职侍奉 是你来教我做的 为什么我现在好像在一个旷野里 这样的一个感觉 为什么呢 我现在就好像置身在旷野之中呢 我不是没有读一些可以赚钱的学位的 我不是说我没有读那种 可以去赚钱的学位 我读完商务学位 我读完统计学位的 我读完了商科的学士学位 和统计学的学士学位 我放下了这些是专业 再入神学院读了三年 为了的是去预备自己侍奉你的 但是这样子的 我放下了这方面的专业 然后就再到神学院 读了三年的硕士 预备好我自己去侍奉你 我不敢说什么 上帝大听起来都挺付出 有少少伟大 我也不敢说我自己有多大的付出 但是其实好像我内心也说 我有一点点的伟大是不是 我没有预计过神学院毕业之后 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神学院之后 我竟然会找不到工作 老实我跟你说 如果你给一份工我 全职的工是在教会 或者基督教机构里面去做 那我才可以忠心侍奉你的嘛 如果不是 我哪有一个场所去到侍奉你啊 那我就会跟上帝这么说了 如果你给我一份在教会 或基督教机构 那全职的侍奉岗位 我才能专心侍奉你嘛 否则的话 我哪里有地方去侍奉你啊 我还会讲经文的 读了三年神学 怎么都有些经文底的 那读了三年的神学 我怎么也有一些圣经的经文 可以引用来支撑我的观点 是不是 上帝你说过 我荣耀你 你必荣耀他的嘛 必荣耀我的 上帝我真是很想荣耀你的 那我就说了 上帝啊 你说过荣耀你的 你必会去荣耀他嘛 上帝我真的很想荣耀你啊 如果 上帝你给我一份 在教会或基督教机构里面 全职侍奉的岗位 我才有机会荣耀你的嘛 上帝如果你给我一份 在教会或者基督教机构 全职侍奉的岗位 我才有荣耀你的机会嘛 我觉得自己都挺合理的 这样说的 我自己觉得我挺合理的 我这样子跟上帝去讨价还价 还是挺合理的 跟上帝讲条件 有规范 在这个环境里面 我才能够成就去忠心 和荣耀你的结果的 上帝 那跟上帝去讲条件 但是我也是合理的 是吧 在这个环境下 我才能成就忠心和荣耀的结果嘛 好像是一个上帝行神迹的公式一样 好像我在这里就给了一个上帝他实行他神迹的公式 但是我相信你听了这么久 不单止是我有这个想法的 可能你都有的 那我相信呢 你听了这么久 我不单单是我有这种想法 我相信你也有这种想法 是不是 我相信透过在网上面 听我们的朋友 和我们崇拜的人 都有这种想法 或者有过这些经历的 那我也相信 透过网络上来听我们讲到的朋友 一样他也是会有相同的经历 或曾经有这样的想法的 上帝如果你帮助我度过这个经济的难关 我才有可以奉献十分之二 或者十分之一的收入给你的 上帝如果是你帮助我度过这个经济的难关呢 我才会奉献十分之二 或者是十分之一的收入给你 没有收入怎么奉献啊 没收入怎么奉献啊 这个我曾经是认识一个 因为在澳洲有税务问题 而被政府去告的信徒 我认识一个曾经因为有税务问题 而被澳洲政府控告的一个信徒 他跟我说 他说 Yvonne 我很需要你代讨 他说 Yvonne 我很需要你的代导 他跟我说 他说如果上帝帮他脱离 这个财务的官司不用坐牢 他一定将逃税所得的利益 去奉献给上帝 他就对我说 若上帝帮他脱离财务的官司 不用去做监狱 那他就一定把逃税所得的利益 奉献给上帝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同样当下国梦见天梯的时候 当雅各听到上帝对他的祝福和应许的时候 我们以为雅各是会因为这样去改变的 当雅各梦见天梯 当雅各听到上帝对他的应许和祝福 我们以为雅各会因此而改变 当人对着圣洁的上帝的时候 好像雅各那样 我以为他会看到自己的恶 自己的渺小 也都会感受到上帝对人不计较的大爱 当看到上帝的伟大 看到自己的恶和渺小 见证到上帝就会对人不计较的大爱 我们很期望自己跟上帝相遇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得着改变 我们期望与上帝相遇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会得到改变 我们很期望自己跟上帝相遇的时候 我们会见到自己的渺小 上帝的伟大 我们很期望在跟上帝相遇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渺小 上帝的伟大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圣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现在就举一个 就好像彼得 彼得见到耶稣在加利利海 走那个神迹的时候 他是意识到耶稣的神圣 耶稣的伟大 当使徒彼得目睹基督 在加利利海面上行走的时候 他意识到耶稣的神圣和他的伟大 他跪在耶稣的面前 跟耶稣说 主啊你离开我了 因为我是有罪的人 他跪在耶稣的面前 就宣告说 主啊你离开我吧 因为我是有罪的人 亚哥没有这样 亚哥看完那个异象 睡醒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 跟上帝讲条件 做交易 但雅各却不是这样子 雅各呢 他蒙见天梯之后 醒来的第一件事情 他就是跟上帝去 讲条件做交易 如果你跟我同在 好像你这样讲 看着我 给食物我吃 给衣服我穿 让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爸爸的家 上帝啊 如果你是与我同在 看顾我 给我吃 给我穿 让我平平安安地 回到我父那里去 我得到这一切之后 我就会宣告 你是我的上帝 我会帮你做圣殿 我亦都会将你 给我的一切 十分之一 奉献给你 那我才会宣告 你是我的上帝 为你建造圣殿 把你所赐给我的 十分之一 奉献给你 为什么亚哥会和上帝 去到港交易 讨价还价呢 那为什么亚哥会跟上帝 去讲会谈交易 或是讨价还价呢 他是不是圣经里面 唯一一个这样做的呢 他是不是在圣经中 唯一做这样的事情的人呢 大卫王有做过 大卫王曾经也做过这个事 大卫王他曾经用过九章的诗篇 去到求神去救他 大卫王曾经用了九篇的诗篇 恳求上帝去帮助他 他说我是会去到赞美你的 我是会去宣告你的名 他说我必会向上帝 献上更多的赞美 我会终日传扬上帝你的作为 亚哥他不是第一个 跟上帝谈判的人 亚哥他并不是第一个 与上帝谈判的人 但是亚哥有一个的不同 但是亚哥有个不同 就是大卫他认定上帝 是独一的上帝 上帝是唯一的上帝 所以他向上帝祈求 而不是跟上帝讲的 大卫他是认定了上帝 是他唯一的上帝 上帝也是独一的上帝 他是向上帝祈求 而不是与上帝讨价还价 亚哥不是这样 但亚哥却不是这样 他跟上帝说 除非你保护我 我供应我 看顾我 我才接受你是我的上帝 他跟上帝说 除非你保护我 供应我 看顾我 我才会接受你是我的上帝 大卫求的时候 是已经认定上帝是上帝 大卫在祈求的时候 他已经认定上帝 就是他的上帝 亚哥不是 亚哥却不是 得到了之后才说 我得到了我想要的 我再来实现我说的 你听过成功神学 你听过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认为上帝 会因为人的信心 而给人身体的健康 和熟悉的成功 成功神学认为 神会因为人的信心 而四人身体的健康 以及熟悉的成功 所以健康和财富 是神给所有基础徒 必然的因点 是必然有的 简单的来说 健康和财富 是神给所有基督徒 必然的恩典 是信心所带来的 必然的结果 是神拯救我们的引证 是神拯救我们的名证 就是说如果你信神 你穷 就是说你不得救 如果你是信上帝 但是你穷 你是不得救的 因为你信神 神就会给健康和财富 因为你信神 神就一定给你健康和财富 大家明白什么是成功神学 大家明白什么是成功神学 雅各的专长不是成功神学 雅各的专长不是成功神学 他是讲价神学的教授 他是讲价神学的教授 他说上帝如果你和我同在 看顾我 喂养我 给我衣服 让我穿 让我回到父的家 这个就是交易 他说 上帝如果你与我同在 你看顾我 保佑我 给我吃 让我穿暖 让我回到我父亲的家 那作为交易呢 我就会宣告你是我的上帝 我为你建造一个敬拜的殿 你赐给我的 我给你十分之一 那作为交易呢 我就会宣告你是我的神 为你建造一座敬拜的殿堂 把你所赐给我的一切的 十分之一给你 雅各就说 这位交易 只有这样 我的条件满足 我才会认你是我的上帝 如果上帝你敢做 我才会这样做 上帝只有你这么做 我才会这么做 讲价的大前提是什么呀 讲价的大前提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以价的能力 你必须要有还价的能力 你要有平起平坐以价的地位 因为你要有平起平坐 你要有还价的能力 我有上帝想要的东西在手上 我手上有上帝想要的东西在手上 上帝又有我想要的东西在他 那上帝又有我想要的 所以我跟上帝达成协议 我们彼此都是得到好处 win-win situation 只有这样子呢 我才能跟上帝达成协议 这样子我们彼此都是各有胜算 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不要问旁边的那个了 问自己 别问你隔壁那位 问你自己 我们凭什么跟上帝平起平坐谈判呢 我们凭什么能够在上帝面前 跟他平起平坐来跟他谈判呢 因为他爱你 因为他爱你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这样做 所以我们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我使劲点说一句 你什么了 你凭什么 那就是听街坊市井的人 你会经常听人家这么说 你是哪块材料 你凭什么呀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上帝面前 跟上帝讲素呀 你有什么资格坐在上帝面前 跟他讨价还价呢 上帝撑些什么不够 要在你那里才能得到保足呢 上帝有什么欠缺 他要在你那里才能得到满足呢 我不是说你 这些问题我都要问自己 我不是说你们这样的同样的问题 我也要问我自己 我有什么资格坐在上帝面前 跟上帝讲素呀 我有什么资格可以坐在上帝面前 跟他讨价还价 上帝欠些什么是缺欠的 要在我那里才能得到保足呀 那上帝到底欠缺什么 他要在我这里才能够得到满足呢 诗篇五十篇第九到十三节 诗篇五十篇九到十三节这么说 我们留意第十二节 我们来留意十二节 上帝说我如果肚饿 我不需要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上帝说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 简单直接地说 上帝是没有东西要在我们那里得到的 那简单直接地说 上帝是没有任何东西需要我们来满足他的 每样东西都有结果的 每样东西都有结果 讲价神学的结果有什么收场呢 就是离开信仰 离开上帝 在属灵上面永恒的破产 那就是说你的信仰你会离开上帝 那你就是一个永恒的属灵的破产 离开你的信仰 你就离开了你的信仰 这个结果不是上帝被人的惩罚来的 这个结局不是上帝给人的惩罚 是人自己选择走入这个绝路的决定带来的后果 是人自己选择的决定带来的结果 像途中这个人他坐在树枝上割树的时候 是他将会面对一个严重的后果 是不是 那就像这个人他坐在那里剧树 那他所要面临的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结果 不关乎给他割树的人事的 不关乎给他剧树的人是完全没关系的 是吧 他坐在那一边这样割树 他是自己去到令到自己最终跌了落地去到受伤 那他坐在那一边这样子剧树 那他只能是令到他自己呢 就是会跌下来会自己受伤 或者有听过人家这样说 你也许有听人这么说过 我当时都很爱主的 我回教会回得很密的 但我现在没再回了 我以前我很爱主的 我以前是经常去教会的 但我现在不参加教会了 我在教会经历过一些的伤痛 那我跟上帝说 你是如果是伸冤的上帝 那你帮我出头 那我在教会经历过伤痛 我跟上帝说 上帝 你如果是真正深约的上帝 你要为我出头 上帝没有理睬我 他不理我 我就不理他 那上帝他不理我 那他不理我 我就不理他了 可能你有你所重视的人 亲友患重病 他说 我亲友患重病 我跟上帝说 上帝 如果你是真实的 你是大能的医治者 你就医我的亲友 医好他的病 那也许他有的人 亲友患重病 那他就跟上帝说 上帝啊 如果你是真实的 大能的医治者 你就医治我的亲友的病 结果我亲友的病 没有被医好了 我就以后不理上帝 结果我亲友的病 就没有被医治 然后我就不理上帝了 其实人的自己 看自己的自我膨胀 和人自我眼光的狭窄 使我们亲手放弃了上帝 给我们出人意外的祝福 其实人自我的膨胀 眼光的狭窄 自己亲手放弃了上帝 因为我们不满意上帝 我们不满意上帝 其实是不关乎上帝 是不是伟大 我就是不满意他 其实人不满意上帝 其实跟上帝 伟大不伟大 是没有直接关系 就是不满意上帝 因为上帝没有给到 我想要的东西 没有给到 我要求他给的东西 因为上帝没有按照 我想要的给我 我要求的给我 人自我那个膨胀 是掩住对眼 没有去看清楚 其实我们对事物 对人对上帝的认识 是不足够的 人自我的膨胀 是没有看清 自己对事物认识的不足 或提出意见的人 有狭隘的思想 对提出意见的人 有一些很狭窄的思想 也都觉得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我现在想要的 你只是看到 你不把我很想要的东西 给我 就像这些提出意见的人 他有狭隘的思想 他觉得呢 你不明白 我需要的是什么 或者不会把 我最爱的给我 当一个小孩子 他认定 雪糕是人生最好吃的食物 当有个小孩子 他认为是雪糕 是人生中最好吃的食物 你跟他说 我带你去吃一种 你没吃过的东西 叫做香蕉船 那你就跟他说 我带你去吃一个食物 你没吃过的 那个名字叫香蕉船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反应呢 你觉得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他一听香蕉就拒绝你了 他一听说是香蕉 他就拒绝你 因为他不知道 香蕉船原来有三个 不同口味的雪糕在上面 因为他不知道 香蕉船上有三种 不同口味的雪糕 习维的思想 断定了一个人 他那个选择的机会和能力 那狭隘的这个思想 就决定了他选择的这个能力 跟他的思想 祈祷不是祈求上帝做 你想他为你做的事 而是相信上帝会对你 做一些上帝 他知道对你是最好的事 祈祷不是祈求上帝 做你想他达成的事 而是相信上帝会对你 会对你做 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的事 我承接回刚才讲到 一开始去讲 有关于找一个全职 侍奉工厂的故事 那重新讲回开始 我讲在开始正到时 我要找全职侍奉的工厂的事 他回望 当今天有回望的时候 上帝带领我到澳洲 是有他的计划 当我现在就是在回顾的时候 我就看到上帝带领我来澳洲 自由他的计划 当时尽工遇到的难左 遇到的碰壁 各种的尝试 造就了在品格上面的坚毅 和处事上面的弹性 当时的尝试和碰壁 就造进了品格上的坚毅 和处事上的弹性 我们要明白 人是没有跟上帝平起平坐 讲价的条件的 我们要明白 人是没有与上帝平起平坐 讨价还价的这一个能力的 圣经诗篇83篇第18节 他说使人去到知道 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 是全地以上至高者 说要使人们知道 唯独你明媚耶和华的是 全地以上的至高者 上帝是至高的上帝 上帝是至高的上帝 当上帝应许阿伯拉罕的时候 上帝指着自己起誓 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 他指着自己起誓 因为没有比上帝更大的 上帝可以指着你起誓 因为没有比上帝更大的 上帝可以指着起誓的 阿伯拉罕坚持到底 就得到上帝的应许了 亚伯拉罕坚持到底 就得到了上帝的应许 上帝指着自己发誓 因为他没有更高的 可以指着他发誓 上帝指着自己起誓 因为他没有更高的 可以指着起誓 好啊 我们是试过有这样的经历 好啊 我现在都还是 跟上帝讲价还价 我怎样可以改过呢 那么 好了 就是说我们试过 有这样的经历 我们曾经跟上帝讨价还价 那我现在要怎么才能改呢 我怎样才不再陷入这个 这个讲价的神学里面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不陷入 讲价的神学里面呢 承认自己是人 自己是渺小 我们要承认人 我们是人 是我们渺小 上帝是伟大的上帝 上帝是伟大的上帝 你透过大自然 透过生活 圣经和和人相交的时候 你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天父 是多么的丰盛 多么的伟大 我们可以透过大自然 生活 圣经和与人相交的时候 我们能感受到天父的丰富 我们要明白 是没有东西在我们里 上帝是没有东西需要 在我们里得到的 我们要明白 上帝是没有什么需要 从我们那里得到满足的 圣公会的公土书里面 在奉献的时候有这个的祷告 圣公会的公道书 封献的时候有这样的祷告 万物都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把从上帝而来的献给上帝 关物都是从上帝而来 我们把从上帝而来的献给上帝 雅各认为上帝能够成为他的上帝 是上帝的荣耀 雅各认为上帝能够成为他的上帝 是上帝的荣耀 上帝为了要得到这个莫大的荣耀 雅各就觉得他自己有能力 去以价提出条件 雅各就认为上帝为了得到这样的荣耀 那么雅各他就有条件来跟上帝讨价还价 你觉得侍奉上帝是你 上帝可以在你里得到益处 还是你觉得侍奉上帝是你的光荣呢 你觉得侍奉上帝是让上帝得着益处 还是你觉得侍奉上帝是你的荣耀呢 我们不要陷入了这个雅各的自我膨胀 我们不要陷入雅各式的自我膨胀 这个是个陷阱 这是一个陷阱 自大就会令人无知 自大就会令人无知 我今年出席了圣保罗大座堂的蒙灰日聚会 我今年出席了圣保罗大座堂的蒙灰日聚会 透过主礼的牧师 他用灰在我额上面画了一个十字架的记号 并且用这句话去提醒我 透过主礼的牧师和他把灰 在我的额上画上十字架的记号再次提醒我 记得你本事尘土 记得你本事尘土 上帝以恩典回应这个自我膨胀的雅各 那一位的人 上帝回应的人 上帝用恩典回应的人 可以是你和我 上帝以恩典回应自我膨胀的雅各 那一位的雅各也可以是你是我 上帝对雅各 对你和对我的回应 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 上帝的伟大 上帝对雅各 对你对我的回应 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渺小 上帝的伟大 最后让我以三节的经文 去结束今天的讲道 最后让我以三节的经文 来结束我今天的讲道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得永生 上帝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上帝爱我们 因为他叫我们因为信耶稣 而不需要去到灭亡 上帝爱我们 因为我们信耶稣 是我们不会去灭亡 第二节的经文 第二节的经文 罗马书五章八节 罗马书五章八节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无力至构的罪人 有什么以嫁的能力呢 无力之救的罪人 有什么讨价还价的能力呢 没有 没有 唯有神的爱 请救我们 只有上帝的爱 可以拯救我们 第三节经文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第五节 第三节经文 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五节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业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犯罪的是我们 受刑罚的 却是他 犯罪的是我们 但受刑罚的却是他 他受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得医治 他受刑罚 我们得平安 我们得医治 让我们一起读出 这句话 让我们一起来把这一段话 一块读出来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把这一段话一块读出来 我们得医治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The spender of the King Craft in majesty Let all the earth rejoice O'er the earth rejoice He wraps himself in light And darkness tries to hide And trembled at his voice Trembled at his voice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State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Age to age Age to age he stands And time is in his hands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Beginning and the end You are one But the spirit Sang The lion and the lamb The lion and the lamb We all sing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We a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How great is our God Sing with me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How great How great Is our God Name about all names Name about all names Name about all name You are You are worth me Love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Is our God Name about all names Name about all names You are worth me Love all praise My heart will sing How great Is our God Name about all names Name about all names Name about all nam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今天晚上会参加我们油管频道的崇拜的朋友 欢迎大家今天跟我们在这里一块崇拜的每一位 你们中间的很多人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到我们的银行账户来做十一奉献的 so when we are in our sunday service people are coming out to give their offertree you may want to pay a part also 那当有人呢你就看到我们主日的时候当我们要十一奉献的时候 有的人呢他会到前面来拿一个信封的奉献 你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也想来加入这一个呢 our parish council has a great idea 那我们的议会呢就会有一个很好的主意 you can take a little brown color card on the side table there write your thanksgiving or prayer request on it 那你就可以拿一个棕色的卡片 就是在这一个桌子旁边 然后你可以把你的祷告事项 感恩事项还有祷告事项写在上面 then you can come up and put it on the offertree plate 那你可以呢就把这一个卡片写好的放在这一个奉献的盘子里 and of course remember to do your EFT before the service or after service when you go home 那当然呢记住就是说你在崇拜之前或者崇拜之后呢 做你的银行转账 Palm Sunday is on 34th of March which will kickstart our Holy Week 那3月24号呢就是我们的宗旅日主日 然后呢就开始了我们的圣州活动 那就跟去年一样 我们会在油管上每天都有我们每天需要去静默祷告的事项 and then on Thursday 28th of March at night we will have our Monday Thursday here in person 那么3月28号周四晚上 我们就会在这里有我们周四晚上渔业节的活动 Friday 29th of March in the morning we will have our Good Friday service here in person 那么3月29号早上 我们就会在这里有我们周五受难节的这一个敬拜祷告 we will celebrate Easter Sunday at church on 31st of March 那么我们3月31号呢就会在教会来庆祝我们的复活节 this year Joanne will provide us the palm tree leaf so that we can use that to decorate our church 那么今年呢Joanne就会给我们提供那两个棕榈业 那两个棕榈业 然后我们可以用棕榈业来装饰我们的教会 we need a lot of palm tree leaf 我们需要很多的棕榈业 let's watch the rest of the announcement 我们现在来看这个通告 before the empty tomb and glorious resurrection before the scandal of the cross before Palm Sunday the calling of disciples and all the wonders of his ministry Jesus traveled first to the wilderness to the solitude and desolation of rock and sand a king above kings experiencing the hunger and destitution of man and when the time came for temptation despite forty days of deprivation the lion of Judah stood firm confounding every attack with the power of his perfection in this season of lent we share in his sacrifice not to experience anguish or to portray a counterfeit righteousness but to draw closer to his holy presence we withdraw from our distractions we cast aside treasures and possessions forsaking all that would separate us from his love in this desert he is the source of what sustains us the joy in our surrender the peace that surpasses all understanding he is our hope in lent we know to fire we know we know what we know oh goo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站在你们中间 永远与你们同在 Amen Go in peace to love and serve the Lord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让大家同声说Amen In the name of Christ Amen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